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米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个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 它是二二年十一月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刚刚成为商家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了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领域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B权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B权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海南特区报 三亚市人民政府 关于划定凤凰机场及临近航道周边 禁止释放空飘物范围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强凤凰机场及临近航道周边 禁止释放空飘物的安全风险管控 坚决避免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切实维护民航交通运输安全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航空器飞行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民用机场管理条例 应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 市政府决定 在凤凰国际机场及临近航道周边 划定禁止释放空飘物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空飘物的定义 在机场及周边区域漂浮的 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气球 不包括吸流气球 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探空气球等 风筝、口明灯 以及一被风吹起的边长 或直径0.3米以上的各类材质的款 条、翻、网、带、磨等物体 二、禁止释放范围 机场跑道东端延伸15公里至三堂村 红花村、山银村 机场跑道西端延伸15公里至南山佛教文化旅游区 机场跑道以北延伸6公里至立之岭 机场跑道以南延伸6公里至三要湾海面 详见下图 该范围包括了天涯区行政区域的 回新社区、回回社区、阳兴社区、马岭社区、玉春路社区、三要湾社区、南岛居委会、宾叶村、妙林村、海坡村、新莲村、杨兰村、水郊村、梅村村、同景村 以及吉阳区行政区域的南新居委会、鲍坡村、洛比村、南丁村、三汤村、红花村、山银村等区域 其中重点防控区域有天涯行政区域内的鲁能高二夫球场、鲍村废品收购站 客运西站后方空底、新能源驿站、越海关山度假酒店、三亚湾、爆破白鹿体育馆、槟榔河、天涯海角游览区、同景村、回徽村、杨兰村、新开田村等区域 点击图片查看 3. 禁止释放时间、全年 4. 具体管控要求 在禁止释放空飘物的范围内 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不得释放空飘物或组织相关活动 上述区域内的广场、公园、景区、公墓、施工工地、废品收集点、露天垃圾站等场所的管理主体单位 应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和采取有效管控措施 加强易被风吹起的边长或直径0.3米以上的各类材质的块、条、帆、网、带、摩等轻置物体的管控 严防其被风吹起、形成空飘物 5. 净空保护监督与举报 保护净空、人人有责 所有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支持 配合民用航空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开展机场净空保护工作 鼓励积极发现规券和举报可能扰断飞行安全的违法行为 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有权像是公安局、是应急管理局、是综合执法局 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报告或者举报违反通告的行为 收到举报的单位应当按职责权限及时调查处理或移交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举报热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110报警电话 6. 如违反上述规定 由执法单位依据民用机场管理条例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除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24年4月15日 近日江苏一花店老板毛女士收到一名陌生顾客发来的订单 要求制作一个52,000元现金鲜花礼盒 用于给女友求婚 沟通好款式和费用后 对方向毛女士要了银行卡号转账 让毛女士取钱帮忙制作 可就在将花束送到顾客手上一个小时之内 毛女士却收到银行卡被冻结的消息 经警方核实 毛女士收到用于制作现金花束的资金 实际上是涉嫌诈骗犯罪的赃款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相关词条花店接5万两现金花束大单 竟是洗钱登上热搜 全国已有多家花店、蛋糕店等重招 据统计 近两年通过此类手法洗钱的案例屡见不鲜 2023年2月9日 湖北襄阳公安查获多起鲜花配送 加贷大额现金的情况 下单客户就是电诈分子 金某经营着一家鲜花礼品店 2023年12月16日 有男子微信添加其好友 称要购买鲜花礼盒送给朋友 并要在其中付送1.5万元的现金红包 将货送到后没几天 金某接到银行通知 其银行卡息事案账户被银行冻结 2024年1月16日 江西省永兴县公安局 河川派出所辖区 一花店老板刘女士报警称 当天上午 接到一名神秘顾客发来的微信订单 要求制作一个1万元现金的鲜花礼盒 想要给母亲一个惊喜 刘女士与神秘顾客聊天记录 神秘顾客声称 会将钱转账到刘女士的银行卡中 请其取现后直接制作 刘女士按照约定取出现金 包装了一束现金花束 并由神秘顾客取走 不久后 刘女士收到自己银行卡被冻结的消息 于是报警 目前该起案件已破获 除了鲜花礼盒 定制蛋糕也遭殃 2024年1月6日 陕西榆林渝阳区 某蛋糕店老板赵先生 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 这名顾客声称 自己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将至 希望定制一款蛋糕 将3.5万元现金做入蛋糕中 赵先生与该网友的聊天记录 赵先生将定制的蛋糕 送至指定地点交给买家后 还以为做了一单不错的生意 没想到第二天 他的银行卡就因设诈资金的流入 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管控 警方提醒 办案民警介绍 这是一种新型洗钱方式 诈骗团伙 会快速洗钱 把从银行曲线 换虚拟币方式转为香花店 蛋糕店等进行大额消费套现 诈骗分子通过网络平台 或拉拢本地人员联系商户 盯准商户服务客户的心理 提出个性需求 商户因前期做过类似定制礼品盒 或寄予大额订单 大多会迎合客户需求 放松了警惕 通常诈骗分子会优先购买方便便现的商品 如烟酒 鲜花礼盒 黄金等 提出将钱打入商户经营者的银行卡账户内 让其提供银行卡号 随后 不法人员将卡号转发给电炸案件受害人 商户收到的预付款 实际是其他案件的赃款 就这样商户经营者无意中成为诈骗分子的洗钱帮凶 同时导致商户账户被冻结 甚至涉案资金被划扣的重大损失 警方提醒 商户要谨慎接收网络订单和大额线下订单 规范收款流程拒绝来历不明的货款 尽量通过供对供转账 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同时 不要随意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或收款二维码过账 莫因一时的小利成为诈骗分子洗钱的工具 个体商户若发现银行账户出现异常状况 因第一时间到银行卡开卡行查明原因 如被警方依法处置 请积极收集交易资料配合警方调查 综合整理自新晚报等 七尔达 政协连线 会议指出 要着力强化政治机关意识 持续加强机关政治建设 选好根本标识 提高政治判断力 强化理论武装 提高政治领悟力 做到执行合一 提高政治执行力 要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 编造坚强有力的机关基层党组织 积极发挥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作用 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系统谋划 广泛开展四强党支部创建活动 推动机关党组织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 形成上下贯通 执行有力的高效运行体系 让政协党组的决策迅速贯彻落实 渐优渐强党员干部队伍 加大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力度 要坚持自我革命精神 不断巩固发展 风轻气正 良好政治生态 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 自觉加强对党长党规党级的学习 尤其是认真参加今年要组织的集中性纪律教育 在尊规手机方面走在前 做表率 进一步强化党员意识 做到忠诚干净 屡职尽责 始终如一 进一步构建与政协委员的亲情关系 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 井井业业服务 会议强调 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保障作用 推动机关各项工作提制增效 一是要落实党建责任 机关党组要聚焦主则主业 发挥统筹协调 推进落实的职能作用 基层党组织要在一线抓末端 抓落实 党务工作者要高标准开展党建工作 把组织赋予的任务完成好 二是要加强党建业务融合 自觉把党建工作放在 正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大局中来思考 谋划 找准最佳结合点和有效途径 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与事业发展同步合拍 同频共振 同向同行 三是要激发内在动力 把提振机关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 作为加强和改进机关工作的重点 做好激励 激发 激扬工作 引导机关党员干部立足本职 争创一流 勤勉干事 尽心履职 做到事实有回音 渐渐有落实 会前 上海市政协各专委会主任 机关局处级领导干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教育片警示全体机关党员领导干部 要进一步助劳 拒否防便的思想防线 持续强化不敢辅的震慑 增强不想辅的自觉 推动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原创政协连线 近五年来 海南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 强化科研软硬件条件保障 推进人才 科技 资金和项目要素向国家南返硅谷聚集 去年南返种业产值超过百亿元 产业雏形出现 同时 聚焦政策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 促进种业发展若干规定和地方性法规 种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海南通过多方面发力南返硅谷建设 刘晓明介绍 聚焦平台 争取亚洲湾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研平台 相继落湖三亚 为中科院等21家种业科研机构搭建平台 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强 聚焦经营主体 推动中种集团等种业龙头企业持续入驻 亚洲湾科技城累计注册种业创新企业达2800余家 经营主体汇聚进一步提速 聚焦基地建设 运营5000余亩生物育种专区 40余家南返大卫入驻开展田间试验 生物育种产业化基础进一步夯实 此外聚焦人才 海南大力引进包括院士在内的高层次人才 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科技创新生态圈 组建高层次专家咨询组 为种业振兴把卖问诊建研县策 为29个省区市的南返专家提供异地医保结算服务等 汇集来穷干事创业的南返科技工作者 刘晓明表示 海南将加快建设极科研 生产销售 科技交流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返硅谷 大力发展种源、种业、种制等育种产业 努力向种图强 助力国家打赢种业翻身杖 一是全力建设国家级种业创新高地 加快建设全球动植物种制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 推进育种技术创新研究 推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依托国家省部级重大科研平台 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良品种 推进种源自主可控 二是全力培育种业新制生产力 用好海南气候、温度等优势 加强科技创新跟行业创新深度融合 助力国家种业做大做强 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三是全力构筑种业交流合作大会 以南返科技城为重点 加快建设一带一路 种业对外开放桥头堡 打造我国种业引进来 走出去的前沿阵地 四是全力深耕种业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 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 在放宽种业市场准入 简化种子认定贸易许可等领域先行先事 打造制度高地、改革高地 值得关注的是 在1月31日农业农村部在亚洲湾科技城 举行的国家南返硅谷建设规划 2023到2030新闻发布会上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谢燕介绍 规划四大定位为 努力把南返硅谷建成国家级种业创新基地 种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种业科技国际合作大平台 和种业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 据介绍 到2025年 国家南返硅谷产业带动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资源、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 集聚态势初步形成 配套政策和制度体系建立健全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逐步完善 营商环境大幅优化 科技公关成果显现 国家级种业创新基地初步建成 到2030年 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下的种业创新体系 政策体系 产业体系健全完善 全球领先的科研院校 创新型企业 领军型人才不断聚集 种业创新质量和速度明显提升 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 即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 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返硅谷全面建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